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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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什麼 是RTX 它不是什麼 PDGI材料包 而是真的RTX Minecraft 我們今天 暫時是比較少人拍片說真的RTX 其實我已經下載了這麼多地圖 全部都免費 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 如何調整這些地圖 以及如何製造RTX 說明我自己還沒進去 那你說怎樣去玩RTX 或體驗RTX 那不好意思 至少有一張RTX顯示卡 這張RTX 我不是最頂級的 我都免費280 我們先不要說太多 我現在就試一下進去 這整個Cyperpunk 不如試一下進去 希望不要崩潰 其實如果崩潰了 我也很尷尬 尷尬 經過一番 處理後 但我發現我的主機器 還沒升級到最新的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升級了 我們終於可以試一下進去 看看什麼感覺 我現在調整了我的皮膚 這個是真RTX 不是任何PDGI Minecraft 還有 你看出來會很厲害 但我玩下去 其實是正常的FPS 平常我玩不開Minecraft 順暢度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OBS問題 我們現在就進去 動得慢一點 因為我會看OBS的螢幕 我看到很卡 大家看不看到 我按F1 這個你不覺得是Minecraft 這是Windows 10 這個Minecraft 大家可以看到FPS 其實很靜路 很靜路 有60以上 我玩下去也很靜路 我真的不知道OBS那麼虧 其實我現在電腦都在開很多東西 其實應該可能是我的電腦問題 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不是 某位香港Youtuber拍的PDG 這個真的是RTX 大家看到它反光是 是真實反光的 看到那條綠色巴 哇 超美 我想說這個 這個 我終於知道 我這麼貴買了一張顯卡 來玩Minecraft 是有什麼用的 哈哈 OK 現在是Beta的版本 還有如果大家想申請 就自己上網看看 如何申請這個 RTX的Beta 我們出去吧 大家看到這個 是Cyberpunk的城市 其實它有一個 Youtube的 Speed Arts 就是建設整個城市 我放在下面的 大家有興趣 就過去看看 我看我現在OBS的畫面 也挺厲害的 那你們可以看看 大家看看 你一連到Skin 那些光是透露到Skin 因為很像我們用Blender C4D做的動畫 那些光 還有這些 我不知道它做成這樣 它很像它們的Buck了 但其實是幫你剪裂 不知道它的黏土 我們拉遠看看 還有我想說 給Credit這個 地圖作者 真的很厲害 雲其實可以關掉它 不過 現在關掉它 很奇怪 我覺得可以遮蓋 大家看到嗎 神經病 我想說 RTX固然是很厲害 但是 這個地圖也是很厲害 大家看到 Cyberpunk 你知道Minecraft的光 其實來來去都只有幾種 它做到不同顏色的燈光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真的要給我一個讚 這個地圖作者 大家看到嗎 還有底下 那些 那些 Iron Block 大家看到嗎 那些反光 哇 哇 整個大個City 那個燈牌 神經病 我想說 很漂亮 真的 就是RTX的技術 RTX的技術 才做到藍色光 和白色光 分開 哇 真是漂亮 如果大家有RTX顯卡 就算你不玩Minecraft 你也可以試試 現在你夠錢買RTX顯卡 你不會不夠錢買Minecraft Window 10 當然有很多方法 其實不用用官方價錢買 例如Tout Dude 大家看到那些木 就算連木 這些平常不會反光的東西 都會有 做到基本的reflection 神經病 哇 鑽石 鑽石 不過我想說 它反光是很厲害 我想說 你放一顆綠寶石 鑽石 你也知道它反光的 反光的強勁度 是完全不同的 每一隻Block 都是不同的 還有燈籠 大家看看 燈籠是有光的 PDJ Shaders Pack 是沒有光的 因為它是不同版本的關係 Cyberpunk 這個 就是Neon Distract RTX 其實它是World 在市集上自己找 有很多免費的RTX 我還單純好幾個 我們可以下載 我們可以創造這個世界 但好 OK 感謝你參與測試 對 大家說得像是Beta 所以我們平常的Window 10 可以進去的 這是一隻船 是海水 剛才沒有展示海水 大家看看 海水不像 原來是Shader的 那麼多變化 可能它是想 根據普通的Minecraft 那隻水 又不想改變太多 又想做RTX的效果 那 就 變成這樣 綠綠綠的 還沒下去 大家看到的光 都好像 那些 PTGI 滲下來 這個 大家看看真 和假的RTX 我說得漂亮 看不漂亮 就見人見智 但這個是 瑜伽包換的RTX 技術 大家看到這個壁畫 我們試試看 嘩 真到瘋 好像畫 下面深的光 展示的燈 很像 我想說 很漂亮 雖然很明顯 我看不出的戲 很說真的 但真的漂亮 我想說 如果這幅畫 下面放了一些GOLD STONE 還有這棵東西 變成了白光 大家看到嗎 白光和GOLD STONE 我猜是C lantern 我猜是C lantern 是C lantern 真的漂亮 我覺得 如果有些人 像我那樣 起開東西 我覺得真的可以用RTX 來起開東西 不過 它始終還沒開啟 那天 我就 說真的那句 我不想試 因為 起完的東西 就不太好 我等它正式公佈 那天 我真的會 認真玩一下 大家看到嗎 這些是教堂的玻璃 然後有些光滲進來 大家看到嗎 下面有藍色光 嘩 我想說 像到神經病 很漂亮 我想說 真的漂亮 我想說 不是說笑 我真的不是 我沒有收錢 我這些垃圾Youtuber 怎會收到錢 Minecraft是很大眾化的遊戲 如果你想試一下RTX 又不會打遊戲的人 就可以 絕對是試一下 Minecraft的Rage Chasing 真的 說真的 Rage Chasing 沒有什麼 說話 或者玩 只是觀光一下 我今天也介紹完 Rage Chasing 大家想試 想玩的 就自己申請Beta 說明 我RTX2080 其實都是 玩下去 也算是 偏 比Minecraft Shader 所以 今天影片 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想看我 review更多的遊戲 或者玩其他東西 就記得按讚 訂閱 還有我想說 我最近想剩下影片 如果你不知道 這個頻道 開播是剩下影片 就是比較多的影片 其實如果你想要的影片 你可以 PM 我可能會幫你 不用錢 現在 我們今天的參觀 我們先到這裡 下條Minecraft影片 或者HighPixel影片 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記得按讚 我很想按讚 雖然這個頻道 完全沒有幫助 最重要是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是這樣 我是Thomas橋哥 Bye